天地爱其所生所化之人物 特生圣天子 以主宰之 养育之 特生三教大圣人 以明其造化之理 尽其教化之法 善其万万世运 惠之契机 三教圣人 都讲的是天人合一 人的真本质 就是每个人的灵魂 都是一个旋转的太极 都是道父得母所生 西游记金丹揭秘 主讲人韩金英 1961年生于北京 1983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 中国文化报记者 团结出版社编审 作家 画家 单道家 代表作《生命禅》 《易经》中的生命密码 《内在小孩》写《道德经》 孙悟空出世 《道德艺术》等 精通易道 传授金丹课程的灵魂工程师 创办《道德经》艺术馆 用油画揭示长生奥秘 描绘人体的先天世界 二十二 收服真土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西游记 金丹揭秘第二十二回 收服真土 一 体解 甲土为祸 借灵明之幸降福 甲土以降 真土极限 此回说收服真土 和和四象 传措五行之妙用 第一体解 上一回 上一回讲了 后天意识心 这个甲土的肥祸 讲了这个心慌意乱 意乱 就是这个黄蜂怪 浩子经 这个不定之妄意 用灵极菩萨 详了这个浩子经 讲的就是靠人的灵明本性 靠人的原神的觉察 就可以降福 这个胡思乱想的 这个妄意 甲土以降 真土即限 讲的说 人有两个心 后天的意识心 一退位 空静的自然本心 它自然就显现 这就是说 修道就是修心 把这个后天的心 管住了 先天的自然本心 它就成功了 所以修道就是 管住人心 这一集呢 讲收服沙和尚 它是真土 收服这个真土 真土的作用 是把这个四项 给联合在一起 传出五行 这就是金丹 第二十二回的题目是 八戒大战 流沙和 木插 凤法 收物净 猪八戒是木 沙和尚 仕途 沙和尚和 孙悟空 他们两个 反复的大战 沙和尚 但是呢 都打不下来 这个比喻的就是 你如果人为的 有为的去做 就做不了 说这个木插 奉这个观世音的令 说出取经人 这个沙僧自动的 就归顺了 就讲说 真土是自动的 不是你人做的 如果你不做 没有意识 你是一个空静自然的心 这个心 他自动的 就能够感觉 这个生物链 这种高能量 所以他是 原神感觉的 是自动的 不是人的后天意识 有为的做的 所以有为的做的 就是家土 无为的 自然而生成的 就是真土 二 真土 备有五行 沙僧的相貌 红雁欲火 蓝殿欲木 龙在水 鹅黄欲土 白欲金 九宫相川 主杖在首 土运四相 真土 备有五行 第二 真土 备有五行 说话 唐僧三众 脱难前来 无一日行过了 八百黄蜂岭 近西却是 一脉平阳之地 光阴迅速 立下荆秋 就建了些 寒蝉明拜柳 大火向西流 这讲说八百里黄蜂岭就是甲土 一脉平阳之地 就是真土 这个土对应就是坤华 对应的季节就是秋 大火向西流 就是火生土 上两级这个梨卦 说的是心慌意乱 说这个虎怪和黑风怪 讲的就是梨卦 讲的就是人的后天的心和意 现在大火向西流 从梨卦到了坤卦 这就是讲这个土 这个坤卦就是静 所以这个沙和尚叫沙物静 只要你能够静 它就是真土 静就是自然无为 就是不要做东做西的 所有做的都是后天的心意 都是假土 都是纵火 正行处只见一道大水狂澜 昏波涌浪 那行者跳在空中 用手遮凉棚而看 他也心惊道 师父啊 真是个难 真是个难 这条河若论老孙去 只需要把腰扭一扭就过去了 若师父 呈千分难度 万载难行 宋空是法身 宋空是先天一气 是这个心灵之光 这个光 它有光的速度 所以一闪就能够过到河对岸 这个河就是生死轮回之河 对于梵胎来说 啊 对于这个唐僧来说 就千难万难 就是万载难过 啊 讲的就是 这个一点灵光 经过了多少千年的轮回 啊 万载难行 都没有渡过这个生死河 啊 都没有拖出这个生死轮回 啊 所以说 这讲的就是啊 万载都难行 那就见这个 岸上呢 有一个石碑 啊 写着流沙和三个字 这个流沙 这个流沙 讲的就是 这个啊 这个流啊 流性不定 啊 诺水就是易于现真 讲的就是人的这个电感 很容易被后天的性欲给拽走 啊 这个这个东西 它是灵性的啊 它不是一个后天的 它是先天的灵性的能量 啊 所以它是啊 流动啊 不定的啊 很难以捉摸的啊 八百流沙和解 三千诺水深 鹅毛飘不起 卢花啊 定底沉啊 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河 啊 非常的深 这时候有一个妖怪 啊 就是这个沙僧 它是什么样子呢 啊 它是一头的 红雁啊 一头红雁 发蓬松 两只 两只 圆精 亮丝灯 红就是 活 啊 眼睛 就是神光 啊 这个真土 这个电感 就是元气 元气 啊 气化光 啊 画出来人的 两个眼神里的神光 所以他的眼睛是非常亮的 啊 不黑不电啊 蓝电脸 如雷 如鼓老龙声 黑就是水 青就是 就是木 啊 雷和龙 讲的是 人的先天的真气发动的时候 好像有很大的声音 啊 这就是水中金 这个砍挂中 这个杨瑶就是龙 身披一领阁黄肠 腰树双树 露白糖 向下窟楼 悬九个 手持宝杖 慎征容 黄白 黄是土 白是金 啊 红黑 青黄白 这是五行 讲究 真土 就蕴含着五行 五行合一 啊 传出五行 这就是太极 啊 也就是 这个土 随是五行之一 它又是五行之极 先天的真一 就是后天的五 所以先天的一 就是后天的土 土就是元气 啊 先天的真一 也是元气 啊 所以这个 啊 先天的真一 是五行全 啊 这个真土 也是五行全 啊 所以真一 就是五行传出 啊 就是这样形成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 心灵之光 啊 它是人的五脏的阳气 合一 所形成的 啊 这个 心灵之光 三 换而柔 真土 集在假土之中 造性太过 真土潜藏 扶真土 在柔而不刚 经功 监刚之性 木木 阴柔之性 八戒 蘸水怪 用柔 不用刚 第三 换而柔 啊 这个妖怪呢 就来抢唐僧 孙悟空马上保护师父 猪八戒就来打 这个 猪八戒呢 是木 沙和尚是土 就是木刻土 所以是沙和尚 啊 所以是啊 猪八戒来 来站这个 沙和尚 啊 正打的时候呢 孙悟空 又出来帮忙 这个妖怪呢 就又钻到水里去了 这个八戒就很 争气说 谁要你来的 那怪 渐渐守慢 难架我爬 再不上三五河 我就擒住他了 他见你凶险 败阵而逃 怎生是好 啊 这讲说 你要缓慢 要有耐心 要柔和 才能够 降服他 啊 如果你 造性太过 太着急了 这个真土就藏起来了 啊 你就降不住他 这个金弓呢 是 尖刚之性 八戒这个木木 是 阴柔之性 啊 所以要用阴柔 而不能用阳刚 啊 但是呢 不管是阴柔 还是阳刚 都战胜不了 啊 因为这个真土 是先天的 先天的东西 就是自然的 你只要不自然 啊 你这种后天的 要征服他 这种作为 你就是征服不了的 啊 所以你只能够 先天啊 他自动的 来顺从 而不能征服 不能用后天 人为的做 啊 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宋空就说 啊 如今拿住他 且不要打杀 只叫他送 师父过河 再做礼会 说这个 他不是假土 啊 假土是要杀的 啊 也就是说 假的啊 这个心慌意乱 这个人的后天 意识心 这是假的 假的必须灭掉 但是真的是有用的 啊 这个真土 这个真土 他是和和四相的 他是有用的 他是这个过河的 过这条生死河的 啊 所以过了河再说 啊 这假 就和这个假土不一样 不用 不能一个办法对峙啊 把他打死 啊 这八戒道啊 说那我看着师父 你去吧 行者笑道 贤弟呀 这张事我不敢说嘴 水里够的老孙 不大十分熟悉 啊 这个西游记里头 就有很多的地方 啊 凡是沾着这个水 水 进水里打的时候 都是八戒下去打 而不是这个 孙悟空打 啊 这就是说 孙悟空是一个 尖刚之性 啊 要用柔 而不能用刚 啊 他这讲的就是说 对待这个先天的能量 啊 你只能是柔而顺 而不是强迫 啊 你一强迫 就是后天的意识心 啊 那这个先天的能量 啊 他就不出来 四 真土特质 真土即是元气 卷连 元气产时 要顾及连耻 流沙 元气产时 很容易被欲望牵着走 溺水 元气再过火一点 就变成灼金 骷髅 元气产时 渔夫以此丧命 智者 以此飞生 第四 真土特质 啊 这就有一首诗 在写这个 沙僧 啊 所以他这个 在收服这三个徒弟的时候 都有两首诗 一首诗介绍这个人 一首诗介绍他的工具 啊 这就是前面介绍沙僧这首诗 啊 因此才得欲真人 引开大道金光亮 大道就是金光啊 就是心灵之光啊 就是金色的光 就是先佛圣这个佛光啊 每一个人的一点灵光 都是大道之光啊 都是这个金光啊 先将婴儿刹女收 后把木木金光放啊 这个婴儿刹女讲的是心善香焦啊 这个金木焦柄啊 金光木木就是金木焦柄 就像画了一个十字架啊 这个先是水火 后是金木 这就是四项 中间再有这个真土啊 把这个四项再 啊 再合一 玉帝呢 就封他为卷连将军啊 这个说 他尸首打破玉玻璃 天神各个魂飞丧 这个玉 指的就是 这个松果线啊 这个透明的光球啊 把这个 这个光啊 给打散了 所以就是天神各个魂飞散 这个光啊 就是天神 讲的就是这神光 就是把这个神光给打散了 啊 所以就把他贬下凡来了 这个说 卷连流沙啊 讲的就是这个 真土之相 啊 它是一个 电感啊 它是一个阴阳交构的一个结果 说这个有了金公木母 如果没有这个黄婆 就不能形成一团 啊 这个卷连呢 讲的就是 人的阳经上来 啊 和阴经交构 阴阳化合 啊 形成甘露 就是阴阳化合的时候 啊 所以叫卷连呢 讲的就是 这个能量在很高的时候就在化 啊 所以要挡住 啊 这个流沙 讲的是这个 原精原气 在发动的时候 很容易被后天的性欲牵扯走了 啊 溺水 讲的是这个原精原气很容易化成灼金 普通的 普通的人呢 普通的人呢 就是这个 后天的 人道的生活 啊 夫妻生活 人的六根 啊 一辈子是 世神当家 啊 一辈子是能量向外发散的 啊 所以呢 这个原精原气 糊里糊涂的就丢了 啊 这就叫 愚人以此杀身 圣人以此飞行 啊 这个圣人呢 就利用这个 原精原气 就把这个原神成就了 把这个本性之光恢复了 本性之光拖出来 啊 就是 人的这个 一灵真性 这个道光德能 他本来就是长生之子 啊 他就恢复了 他这个长生的这个 本来的特质 啊 这就是圣人 五 收服火候 急则坏事 缓则成功 不到高处 未可下手 已离河边 急需收服 此收服真土之妙法 第五 收服的火候 啊 这个 这个时候呢 拔戒又在打呢 行者又忍不住 撇了师父 又来帮忙 这个怪物就又钻到水里了 拔戒就嚷 啊 说 你这个 毕马温 撤是个急猴子 你再缓缓些 等我哄他到了高处 啊 这讲说 说这个 原精发动 这个 电感这个能量 他刚刚发动的时候 你不能着急 啊 你就空静地等着 啊 慢慢地 耐心地 感觉着他 当他出来的时候 你的原神就能够感觉 啊 原神自动抱元气 根本不用你费功夫 不用你做任何事情 啊 他是一个 先天的能量 是自动的 啊 自动的 真因真阳合一的 所以他不是人做的 是自然做的 啊 只要他有能量 自动的就能够感受 自动的就 抱一 这讲这个 急猴子 啊 讲的就是 啊 不懂这个先天之真 啊 而是用后天的人心 后天之假 想这个 夺取这个先天能量 这就在批判那些有为的 啊 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要怎么把这个真气给倒过出来 只要是人做的 就是 阴气 啊 人的肉身和人的思想都是阴气 啊 所以就是假的 啊 这就是后天之假 啊 只有自然的 他能量有了 他自然就发动 啊 你空静着感觉他 就自动的阴阳暴衣 啊 他是一个自然自动的过程 而不是你人强迫的 啊 这就是先天之真 后天之假 说好像 对这个有为法 好像总是在批判他 因为这就有真有假 假如你允许了假的 先天之真 你这个心灵之光是自然之体 啊 他就不能恢复 啊 所以 道 修道 修的就是这个心灵之光的 恢复他的本来 他本来就是 道光 如果你用了人心 他就恢复不了 啊 所以这个真假不是一个人心的是非 啊 他就是 哪个是真道啊 哪个是假道 你不把假的剔除了 真的你就得不到 啊 所以你这辈子来了 你投胎来了 啊 这一点灵光已经变成阴阳了 变成魂魄了 啊 你不认真假 你就修想 把这个阴阳再合一 啊 把这个魂魄再生成为 原始的心灵之光 啊 那就修想 啊 所以很多人心里还放不下 这就非常的愚蠢 啊 就不懂得真假 不懂得修道是干什么 还在抱着这个 忍我是非心 这时候行者就说 啊 说 你不是能假云吗 你把师父背过去 八戒说 你不是也会吗 你为什么不背师父呢 孙悟空这个法身 他就是心灵之光 他就以光速 啊 一瞬间就到达了彼岸 啊 可是作为一个俗人啊 他想瞬间的到达就不行 啊 因为他不能盾 只能见 啊 他的智慧不开 没有人能代替 啊 只有靠他自己自强不息才行 啊 因为这条河 不是一个普通的河 他是千年轮回的苦海 啊 就是你这一点灵光 已经在这转了几千年了 啊 总在这里转 总是跳不出来 啊 这个没有法传是过不去的 啊 这个法传就是金丹 啊 就是五行合一 孙悟空这个 金水一家 猪八戒的木火一家 加上撒生的土一家 这三家相间 形成这个婴儿啊 形成这个婴儿啊 形成这个心灵之光 如果没有这个真土 这四项金木水火就是一团散沙啊 所以这条河就过不去 因此说 要渡生死河 一定要收复真土 收复猪八戒 收复这个沙和尚啊 如果不收复这个沙和尚这个真土 唐僧 这个婴儿法身 啊 他就行不成 啊 五行合一 才能行出 啊 形成这个 心灵之光 啊 如果没有 没有这个光 他就过不去 生死轮回 所以这个河啊 他就讲的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含义 六 灵性神兵 神兵不是凡气 可之为真土 而非假土可比 然土虽真 若不得和和之法 则彼此言语不同 未可投偿 第六 灵性神兵 啊 这又在讲他这个工具 啊 这个养成灵性 异神兵 不是人间 凡气界 自从遭贬 下天门 任意纵横 游海外 啊 他这也是一个得了道的 啊 所以因为犯错误呢 被贬下来了 虽然他是一个真土 但是呢 这个土 就是信德能量 就是互相的沟通信信任 啊 这个 这个信仰 啊 这个东西 没有出来 所以这个真土就不归顺 啊 这个两个就打来打去的哈 宝杠 啊 宝杖伦 钉扒柱 言语 不通 非眷属 只因 木母 刻刀归 啊 刀归 就是两个土 土 裸起来就念 龟 啊 说这个木刻图 物能 这个木 来占这个 啊 沙僧这个土 智令两下 至令两下 相战 处 没迎树 无反复 翻拨 陶浪 不和睦 没有这个啊 信德能量 没有这个心灵的沟通 虽然他是柔性的啊 他也战胜不了这个土 这时候呢 这个妖怪呢 也学聪明了 就再也不上来了 啊 再也不肯上岸了 他恐怕啊 孙武风又出来打 说如果你 强制了造心啊 你想去战胜他 你就无从下手 因为他是灵性的 他是难以捉摸的 如果这样着急的话啊 到底成空啊 到底是战胜不了啊 所以这样反复的打了几回 都打不下来啊 都过不了这个河 唐僧就着急了啊 那长老 满眼下泪道 仅此艰难 怎生得度 行着道 师父莫要烦恼 这怪深浅水底 其实难行 八戒你只在 在此守住师父 再莫与他私窦 等老孙往南海 走走去来 这讲的时候啊 如果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真图 就行不成这个金丹 就像物真篇说的 离坎若还 无物己 就是坎离相交 如果没有这个 先天的真土 和后天的假土合一 随寒思想不承担 所以有这个真土 这个丹才能成 没有真土 丹就难救 所以呢 如果用强达不行 那就要找观音菩萨 讲的就是 自在神观 就用你的神 用你的自在的元神 空静的等着他 就叫自在神观 用这个静 通过静来观 用这个清静的办法 归于清静 来改掉前面那个强迫 那个强迫强制 那是后天的人心 后天的人心 想强迫先天的元精元气 那就是小孩 扳倒大象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有你静 他自动救出来 自动的就能够抓住他 七 依赖本性 说取经就归顺 经指的是先天一气 这一气能令所有贯通 一气寒三 一气俱武 第七 依赖本性 孙悟空去找观音菩萨 讲的就是 依靠人的本性的觉察 菩萨就是智慧的意思 要用智慧来觉察 而不是用人心来强制 菩萨道 那流沙河的妖怪 乃是卷连大将林凡 也是我劝化的善信 叫他保护取经之辈 你若肯说出 是东途取经人啊 他绝不与你争持 断然归顺了 这讲取经 这个经就是金丹 就是先天一气 这个先天一气 就会使五行自动的归顺 行者道 那怪如今确战 不肯善挨 只在水里潜踪 如何得他归顺 我是如何得度落水 说这个八戒在战 戒就是人心的这个戒 说以戒求静 就是用一个心 让自己的心能够静下来 这反而更不静 以战至流 他更流 他本来是一个流性的东西 是一个灵性的东西 你用一种强制的东西 来对待他 那正好就错了 所以他就更跑了 你就更抓不住他了 这就是讲说 如果你争强好胜 这就是人心 你只有把人心放下 静观觅察 才能够感受 体会这个先天能量 菩萨基案 就换慧暗 袖中取出一个红葫芦 吩咐道 你可将此葫芦 同孙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 只叫悟静 他就出来了 这讲说 这就叫 如骨应生 就像一个空谷里的回音 你这样一喊 他自动就回音了 这就是讲 他是自动的 先天的东西是自然的 是自动的 这个葫芦就是两个土 两个土代表的就是 先天的土和后天的土合一 这个合一就是义大定 义大定了 这个真土就自出 不求归一 他自动的归一 说先引他归了唐僧 然后把他那九个骷髅 穿在一处 按九弓不裂 把这个葫芦安在当中 就是一只法船 什么叫法船 就是一个成就法身的 一只船 没有这个船 法身就成就不了 法身就是心灵之光 这个心灵之光 就是九五合一的先天仪器 武器 五行传促 形成先天的真一 这就是金丹 这个船 金丹这个船 不仅是渡唐僧 过流沙河 也是历代的先真 所有的成就者 都是因为这个金丹 而渡了流沙河 渡了这个 生死轮回的河 所以这时候有一首诗呢 就在 就在描述说 五行匹配合天真 认得从前救主人 说五行合一了以后 就 形成了这个先天的真一 就是投胎的这一点灵光 就叫天真 他就是你的救主人 他就是你的救主人 本来你投胎的时候有他 投胎以后有了人身 就分成了阴阳 他就变成了魂魄 现在五行合一了 魂魄又合一了 形成了先天的这一点灵光 就是你的救主人 又恢复了 祝炼己 炼己立即为妙用 辨明邪正见原因 己就是后天一只心 心荒意乱 这个虎怪 黄蜂怪 这就是炼己 把这个后天一只心 这个猖狂和这个 犹豫不定 把他给管住 把他给 这个 转化 这就是基础 管好了后天的心 露出来的就是先天的自然之心 这个自然之心就有妙处 所以 是自然的心 还是人为的心 这就是正邪 如果你不分辨正邪 你用后天的人心这个邪气 永远形成不了 先天的这个心灵之光的纯阳 纯阳体永远形成不了 今来归姓 还同类 慕趣求情 共复论 这就是金木交病 就是原情和原性 合一 然后 二土全公 成继末 调和水火 莫千尘 这个先天的土和后天的土 他们两个继末了 就是他们两个 合一了 就是人的义定了 义大定 这个电感 这个元气的电感 就是真图 这个真图 就是元气 就把人的水火 水火金木 把这四项就合合了 那么传输五行 就是金丹大道 就是五行合一 法身成就 这个天真 就是一点灵光 就是这个原本的主人 就是那个最原始的我 已经恢复了 那个真我 那个真主人 他已经再造成功了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亮点 这个小光点 就是你的真主人再造成功 这就叫 这个一点灵光 这个本源恢复 八 目差收复真图 自强者以利智 故不归顺 自在者以德感 故自成福 以出勉强 以出自然 天地悬隔 物得此境 方能收得真图 物不得此境 即收不得真图 第八 目差收复真图 那目差捧定葫芦 半云半雾 进到了流沙河水面上 历生高调道 物尽物尽 取经人 在此久矣 你怎么还不归顺 八戒也是目 目差也是目 为什么八戒 打了半天收复不了 这个目刻图 但是这中间缺少沟通 没有真信 这是用强 用强迫的办法 这就不行 但是目差这个目 他说出取经人 这说的就是 这个 就是言语以通 他就是本于自在的 说这个自强 自强者以立志 所以不归顺 自在者以德感 所以自成福 一个是勉强 一个是自然 天壤之别 物得此境 方能收得真图 这讲说 你能够静 他自然就收复真图 如果你用人心 你要怎么强迫 怎么来来做 你就收复不了真图 他讲真图 就是先天的原精原器 你只有空静 自然 才行 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呢 物境就出来了 就以为说菩萨来了 目差道 我是未来 先差了我 来吩咐你 早跟唐僧做个徒弟 叫你把镜像挂的骷髅 与这个葫芦 按九宫结作一只法船 渡他过此弱水 那物境不敢怠慢 即将向下挂的骷髅取下 用绳子结作九宫 把这个葫芦放在当中 请师父下岸 这个九个啊 九围成一圈 中间再放了一个葫芦 这个葫芦就是五 这个九五 就是先天一气 这就是说 五行传处 三家相见 结婴儿 这个很容易的啊 就过了这个 这个河 说这个唐僧 就在这个 这个猪八戒 杀河上 再加上这个 孙悟空牵着马 还有空中的木叉 就在这个 护持之下 真也 真个也 如飞四箭 不多时 深登彼岸 得拖 红波 又不拖泥带水 兴喜 脚竿手造 清静无为 啊 这个讲的说 有了这个金丹 就瞬间的 渡过了生死河 讲的就说 只有金丹 能够让你跳出轮回 渡过这个千年万载 也难以渡过的 这条轮回的河 啊 这讲的金丹的作用 金丹是干什么的 啊 这个本性之光是干什么的 就是摆脱轮回用的 啊 这个清静无为 讲的是 人的这个金丹形成 这个本性之光形成 这个光 就是宇宙的道光德能 啊 他就和宇宙的道光德能 就沟通了 这时候人就开玄关了 天地的能量 一分不停的 在人身体运作 啊 所以呢 他就进入了这个 无为 啊 好像之前还 还要有为 啊 当这个金丹形成了以后 啊 才进入这个无为 啊 但是我自己呢 就没有经历过 有为 我一起手就是无为 啊 也就说 我一起手就养了丹 啊 就养了这个圣开 木叉收了葫芦 那葫芦 一时解化作 九股阴气 既然不见 啊 金丹就是先天一气 纯阳能量 可以化解一切的阴气 这九个骷髅 是九个阴灵 啊 金丹的这个光 啊 就可以 度这个 度亡灵 啊 就把这个阴气 就把它给 啊 给他既然不见了 啊 就把他们给 度化了 从此师徒们 同心向西 而行 啊 见佛游望 这说得了金丹 啊 就是西天取经 啊 就是去见佛 啊 这就是啊 这个 先天自然无为的 啊 这个全自动的 这个过程 啊 就开始了 啊 那么这里头讲的呢 这个真图 讲的就是这个 电感 人的这个 真阴真阳 自动合一 产出来这个先天元气 啊 它是一个虚无的 啊 它是一种 啊 你的元神能够感觉到的 是一个虚无的阴阳交合 啊 所以呢 这一集呢 就讲这个 下一集讲的 四圣 是禅心 就是说 这个作者 就怕你搞错了 啊 把这个 人的元神 感觉到的 这种无形的阴阳交构 啊 把它搞错了 变成一个有形的男女交构 啊 作者非常怕这个 所以下一集 他就讲了 四个菩萨 变成四个女人 来 来考这个 这个 他们唐僧师徒 四个人 啊 四圣 是禅心 啊 这一集就讲这么多 下一集再见 我会说 你这一集就会做了吗 我会想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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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